在銀行申請按揭,有一項文件必須提交 就是最近3至6個月出糧戶口的銀行月結單 銀行除了可以查證申請人的出糧紀錄外 更可以透過月結單了解申請人每月開支的情況 從而可能會要求申請人提供更多證明文件 最近有個案,客人買入了一個新款物業 我預計關鍵日期是下年年中 客人選擇了積公付款計劃,即時要在銀行申請按揭 銀行在批核時發現銀行月結單每月有一筆17,000元開支 經查證後就確定了這筆開支是每月租金支出 而客人買入了這個新盤也是打算做一個自住的用途 其實這個解釋也是相當合理的 不過在銀行計算方面就有少少不同的看法 這間銀行指出一般來說,如果買入物業之後 收樓期是在半年之內 租金開支就不需要計入供款佔入息比率入面 如果收樓期是多於半年的話 租金開支就要計入供款佔入息比率入面 所以就令客人大大超出預算 遇到上述的情況,客人有幾個做法 第一,可以嘗試減少了約莫170萬的貸款金額 到時候就應該可以通過入息要求 不過現實上客人就不能夠有這麼多資金去應付 所以這個方法並不可行 第二,客人也可以選擇加入一個按揭的擔保人 增加收入以應付入息要求 不過正如我以前也說到 做了按揭擔保人的時候 責任都非常重大 亦可能會影響了日後的置業計劃 為了短期的租金加入一個按揭擔保人的時候 其實就比較不明白 第三,其實現在也是這間銀行有這個準則 也不代表這間銀行有這個準則 客人可以嘗試去其他銀行申請按揭 不過由於客人買入這個新盤單位 市面上只有幾間銀行願意做這個按揭 而且距離成交的期也不足夠一個月 如果現在去其他銀行申請按揭 客人就會在8月退租 搬回去跟家人同住 等到真的收樓才再搬回來自主 銀行方面也接受了這個建議 所以最後也能夠成功批除惡劫 最後我也在這裡提提大家 不要輕視銀行月結單的支出紀錄 尤其是一些定時定額的開支 銀行可能都會向申請人作進一步了解 例如一些家用或保險公款等 可能都要提供更多的證明文件 更深的是 其實有部分人出糧就是一個戶口 儲蓄的時候就多開另一間銀行的一個戶口 到時候可能每個月出糧之後 將錢定時定額的存放到儲蓄戶口 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下 銀行也會要求申請人提供儲蓄戶口的月結單 去做一個審批